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站,我是本站的中文解说员BOSS。 那么今天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1月24日的现场直播实况来自于Hustler的Cash Game。 那么这一场呢,它的忙住,我们在右下角可以看到1020加上20的Big Ballet Antic。 这个级别对于在座的大部分选手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级别,那么现场的氛围呢也是非常愉悦啊。 整体呢,大家可能会打出更多的想法,因为在忙住级别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可以显得更为自由。 而在选手的组成上面,最近热度非常高的这位美女选手,Sashimi。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位美女选手,Sia,都是在场上。 那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排局对抗当中啊,现在呢是Sashimi的同色16进行了加注进场。 然而小猫位置,我们也看到了Adam有一个3bet的动作。 当然了,由于还是那句话,整一个忙住级别相对于他们而言呢是比较低级别啊,因此大家可能会比较跳跃一些。 我们也看到了DGAF用57杂色进行了一波翻前的4bet。 这个排面,88目前是没有帽子的,DGAF的57呢是击中了顶队。 我们并不知道Adam是什么排啊,当然了,88也会先过排,因为翻前激进者是在嗨杰克的位置。 没有打算反主动下注的话,通常也就是把持续下注的机会留给翻前激进者。 哦,Adam是一个天顺好的。 这样一打一棵之后,88可能会有点警觉啊,因为毕竟多多少少也算是个4bet的底持。 所以对于88来说可能会有点警觉,我们看一下Nick,好像是要弃牌。 如果能够直接弃掉的话,非常的nice啊。 nice fold,口袋对吧直接弃掉了。 这样的话这个战斗就留给了Adam和DGAF。 我们来看一下转牌。 公共牌面是出现攻队,那么36做过牌之后,我们看看57会不会在这里有进一步激进的想法。 目前的SPR上如果要激进,甚至是all-in的。 哎,好像真的来了。 选择了全压,36自然是一个秒根。 那这一波的话,Adam可以实现自己的成功翻倍,如果合牌不出意外。 对于武器来说,all-in还是有的啊,只不过胜率已经非常的低。 不出意外,Adam就可以成功翻倍。 好的,在指发一遍的情况下,那么Adam成功翻倍了。 在因为盲注级别对于他们而言不高的情况下,如果大家打出更多的一些想法和更为跳跃的节奏,那对于我们观众的视角而言呢也是一种看点。 好的,这边我们来看下一手DQ是同色的K9加注到了240。 SHIMI的口袋队7,进行跟注也非常正常。 尽管这个加注进场的尺度确实相较于这个盲注而言是比较暴力的。 这个翻牌圈是A圈9,这个时候暂时Adam的A8是拥有顶对。 当然他也知道自己的Kicker没有这么理想,在多人底吃里面很难说得准。 不过呢,在转牌这个A8变成了两对。 与此同时呢,同色K9带队抽花的概念让DQ也有概念上的提升。 Adam打了400之后,DQ是直接展开raise并没有进行跟注。 而是选择去做直接的加注。 那A8选择跟注之后合牌,K9的童花到了。 以目前的比例,DQ可能会选择all in,果然。 哎呦,Adam是想都没想就气了,因为牌面在倒花的同时呢,也有包括像单钩沉顺啊之类的,让A8非常不痛快的公共面布局。 所以对于他来说,这样单钩沉顺,然后又有理论上童花可能存在的面啊, 对手合牌的这个尺度,让他几乎只用一秒钟就弃掉了手里的A8两队。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当你看到最后一张牌对你非常不利的时候,你会觉得没办法,那就算了吧。 当然也有些人会觉得可能尤其对手的形象在他眼中一般的话,产生了一些想要去跟注的想法。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不少见的。 好的,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首Brandon是枪口加二位置的杂色AK加注到了140。 像这样的这个级别,由于大家打得也是非常的欢乐,我们通常也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多人底持战斗。 反正不同的选手对待不同级别的局都有不一样的态度,有些人无论打什么级别他都按照忙住,然后我有多少个BB啊,然后现场的情况,对手是怎样的,我都是同样的态度。 但是呢,也有些人呢,他打相对较低的级别呢,会更为的松,更为的浪一些,然后他打较高的级别呢,会更为的谨慎一些。 这些呢,是选手们不同的想法和风格所造就的。 这边DQ的杂色13。 好的,这个杂色13是选择跟住啊,刚才捣鼓了那么久,我在想他是不是要拿杂色的13做夹注呢? 结果是一个跟住,那么这个翻牌圈,AK是一个顶两队,但是,CEO位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CEO是一个天顺的排行。 Adam呢,虽然有顶对,但是这种牌面众所周知啊,A4这样的牌也不足挂齿,尤其是当其他人的战斗开始发生的情况下。 Brandon先是试探性的打了一枪400,这个时候的CEO是并没有进行直接的raise啊,选择的是一个call。 现在就剩下两个人去看转排,我们来看看转排是一张钩。 同样对于十圈这样的天顺来说,攻队是他不喜欢的,不过现在由于是一个一对一的局面, 然后Brandon呢,在转排也是过排,CEO拥有一个有力的位置,整体的情况对他而言至少是可控。 然后自己的十圈,在最后如果说Brandon的动作是比较激烈的,比较强烈的,那么自己可以相对保守一些。 但是如果Brandon在核牌是打一些非常小的柱,或者像这样根本没有打,那么CEO是需要有自己更多的激进行为的。 尽管牌面是有攻队,但是他的牌力还是能够去承担一个更多的波动,并且呢,他的动作也是依然保留了价值取向的范围。 结果是在一千多的底池里面啊,直接下注了两千,那么现在的底池是三千七百多了,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Brandon来说,这个AK两队面对对手一个超齿下注,他摊了摊手,表示我很无奈,我感觉可能凶多吉少,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跟一下。 所以最后的两千价值呢,CEO也算是如愿一场。 男女搭配战斗不累,在更多的直播实况当中,大家也更愿意看到有美女选手的参战。 枪口位置,Brandon是一个同色的勾圈。 这起手质量呢,可以,只不过位置上不是那么好。 CEO位置呢,Adam口袋队时已经做出了3-bet。 四人底池,我们来看一下翻牌圈的三张。 有一说一啊,勾圈尽管在这个牌面直接是两队,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纯连张的高张面的小两队,其实总会觉得整体发展上是不理想。 或者说整体局面上,那么结果呢,转牌这一张A啊,就让牌面形成到有单时沉顺,且Adam确实手里有10,因为他是10时的,他不仅有一张时,他还有两张时。 你这个有两张时跟一张时,虽然牌力上,你都是顺子,但是从一个整体战术局面上来说,你有两张时,那么就会挡掉对手有10的几率。 你手里是一张时的话,那么对手手里,就理论上还有其他的三张时,可以分给其他人的存在。 但是你有两张时的话,对手有顺的几率就被你挡得相对比较多一点,是这样的一个细微的区别。 最后Adam是去打Brandon的后手所有,在这个单时沉顺的牌面,纯粹的勾圈两对Brandon, 表示没啥意思,所以并没有在合牌进行跟注。 在我们上帝视角也可以看到是一个nice fold。 好的,这下番茄有牌奔牌了,Adam的同色AK,这一次是不巧啊,碰上了Nick的口袋对A。 同色的AK加注到400之后,Nick的口袋对A,还借口位置3bet到了1200。 在有人open,有人3bet的情况下,其他选手没有太适合的牌力,也就一一离开了。 以当前的状况来说,番茄打框确实是正常的。 因为Nick手里的子弹数量,Adam一看,你一共也就这么一些,那我就直接4bet打你后手算了。 因为我的方片AK也算得上是非常强的棋手。 这个时候,Nick的AA去跑Adam的AK,在点数上面是完全的压制。 不过这个番茄圈,对于AK来说还是充满着希望啊。 直接有两张方片的掉落,哎哟,这下AA就应该了。 跑马来说呢,短期而言的运气占比自然也是非常的高。 那Nick由于手里子弹数量是少于对手啊,所以 这一波呢,Adam也是把Nick轻抬了一次。 Nick也算是哈斯特节目当中的老选手了。 大家虽然能够看到他外形显得比较彪悍, 但实际这位选手在牌桌上的思维和一些行动, 还是会有沉稳和细腻的一面。 枪口加异位置,Adam的杂色A9加注到220, 我们来看看后续是谁来跟他进行对战, 还是说又将面对一个非常多人的底持呢? 现在我们在右下角可以清楚地看到, 芒柱变成了10,20,40,加上20的Big Blind Ante, 跟一开始的10,20,加20的Big Blind Ante做了一些调整。 多了一个强制的Straddle。 好的,又一个多人底持,翻牌圈,非常的干燥, 勾三六砸色面。 在多人底持当中,DJF击中Set之后, 他也是先过牌, 他最好就是后边有人打, 然后有一连串的人能够参与这个底持之后, 自己再做一下灶泡, 这个是比较舒服的,是吧? 那么DQ这里, 购物选择了下注之后, KGOO,COA的Sashimi, 加注到了1300, 33默默地扣住, 并没有在这个时候直接打草惊蛇。 反正对于购物来说, 其实能够有一些感觉的, 自己的情况貌似是没有那么理想。 好了,现在是形成哭乐了。 Sashimi的KGOO顶两队, 跟DGAF的33Set。 而以他们两个人的后手啊, 对应到这个底持的比例来说, 打光也是非常合理的。 有的时候你在这种牌出现的情况下, 没有太好的办法。 逃不掉。 好的, 选择了 去 等于打拳牙。 因为他的 72008 正好是DGAF的后手, 然后DQ反正是只有2000多, 所以他就等同于一个拳牙的动作。 在这个时候, DGAF上了之后呢, DQ自然就走了。 DQ呢, 因为在翻牌的时候, 他也觉得转牌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增强牌的掉落, 包括呢, 掉草花, 包括让自己的5卡在3跟6之间, 比如来张4呢, 会有 两头顺概念啊等等。 但是转牌这张黑套可以对于购物来说是没有任何信心上的增加, 所以 在转牌啊, 他看到你们两家干的如此之凶, 那我也就走了。 那在这个时候啊, DGAF凭借着这首口袋对3也是实现了一次自己的成功翻倍, 所以SET的排行在很多战斗里面也是重要的盈利工具。 现在镜头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马图索, 其实马图索啊, 一些老水友对他是非常熟悉的, 从最早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扑克节目当中, 他还相对更为年轻到现在这个光头加大胡子的形象逐步的演变, 排风上呢也是逐步的在变, 变得更沉稳了。 当然我个人认为他的外形还是现在更霸气, 也更洋气啊。 曾经的马图索的气质啊, 跟现在的他相比, 反而稍微逊色一些, 现在反而显得气场更大。 有些人随着排龄的增加, 当然也随着胜利年龄的增加, 展现出了更大的气场啊, 也是让人觉得看着更耐看更有味道啊, 这类人也是非常多的。 枪口位置的AK啊, 这个时候又有AK跟AA了, 不过有点区别。 首先这一次的AK呢, 它是杂色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AA没有进行3-bet。 第三点呢, 就这一次啊, 他们两个人各自的积分牌数量是比之前那个AK喷AA有效的数量更深的。 之前的AK喷AA呢, 我们按短的一方为有效数量来算呢, 就是8000多。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俩人啊, 都是1万7,1万8这样的这种整体的后手。 这个翻牌圈是K圈7啊, 现在反而圈7是最大的牌。 它是一个两队牌型, AA是超队, AK是TPTK。 马图索的圈7, 在面对到IDAM下注之后是非常的直接。 这个直接呢, 并不是非常暴力, 它只是比MiniRais稍稍多一点。 因为对手打900, 他也仅仅只是加注到了2000一亚。 这个时候的AK稍稍的有点头疼, 但是在我们的视角看来, 也是一个逃离机会。 有的时候有些牌就会因为别人的战斗而让自己获得一些信号去离开, 反而变成了一种变相的之所。 它可能是你的整个团队, 因为你会有ADAM接近你, 他看着肯定, 他看着非常专注。 好的, Liquid Steve的AK在思考了一阵之后选择了离开。 那对于AA来说呢, 也觉得既然你马图索做了raise, 似乎如果我当场再打回去, 只会去找一些钢板, 那我就做一些跟注。 包括我面对你一些两队的排行, 我后续也还有机会, 比如你有K圈两队的话, 我不仅是中A, 我出个7也是奥子, 那么同样的你有K7或者圈7的话, 排面上面也有几率, 就是通过公共排面的一些重复, 然后让我反超你。 所以他先进行一下跟注, 然后到转排再去看情况。 那么结果呢, 在转排, ADAM看见到马图索进一步的激进之后, 决定放弃掉自己的AA, 他觉得在这个时候似乎没有什么活路了。 放弃的非常精准。 有时候我们在上低视角看到一些选手 做出nice photo的时候, 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 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所有人, 具体是什么, 但是当低视角作战的时候, 毕竟很多的信息是处于盲区的。 A勾7两张红桃, 这个时候的A9和AK都是顶对, 但是T角方面呢, 本身是翻前天然主导的。 转排是一张红桃吧。 当然点数的发展概念来说, A9也算是出了一个卡石的概念。 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一句all in, 这个all in是一个, 我们约等于两倍里时的all in吧, 就粗略的算他两倍里时的all in, 那也就是至少严重超齿, 所以面对这样的这种all in, 加上排面对于草花A9来说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DQ应该是有能力去做放弃的。 纯粹这样的A1队草花A9要去跟这样一个绝对超齿的转排全压似乎难度还是非常高的。 大部分情况下若是觉得风险偏高呢, 大大可以自己丢了算。 只不过现在的DQ似乎是对这个底池依然保存着一些兴趣。 然后他也在确认马图所的具体后手。 这个难道是有想法吗? 这个约等于两倍抵持的all in, 绝对超齿的all in, 还真的能够让DQ拿着草花A9有想法吗? 反正这种纠结的时间段,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些评论或者猜一猜DQ最终的行为选择。 他如果硬要是说我的顶对现在暂时是大的话, 你可以比一些带着单张红桃K, 然后其他一张牌并没有搭上中队的那种空气牌型。 就踩着纯粹的红桃K来推你的那种, 你会暂时要打。 例如这个牌面像带红桃K的一些杂色K圈, 算是双花双抽。 当然也包括像带红桃K的杂色K10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尺度, 我们毕竟要考虑的是一个整体情况,综合情况,而不是纯粹去看一个面。 纯粹去看某一种因素的话, 那就变成盲人摸象了,是吧? 就不能直接拿来参考。 所以, 你可以在最终选择弃牌这个动作, 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主流认知的。 好的,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枪口加异位置, idom是一个杂色K勾, nick的口袋对勾3bet到了1,000, djf是一个大盲位置的杂色AK。 这手牌是一手达到去做4bet标准的骑手质量。 好的,这里的AK是4bet到了3,200。 这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像adam的K勾应该是会马上离开的。 你面对到4bet的局面像K勾这样的牌就太糟糕了, 特别的容易被压制。 但是nick的口袋对勾就不一定了。 只不过,如果你面对到一个形象相对较为正常的人做4bet, 你勾勾在长期范围当中也会认为自己并不具备优势。 所以他也并没有去打5bet, 而是选择一个跟注。 并且呢,跟注之后,翻牌圈看到A的帽子啊, 其实是已经是凉了一半了,知道。 心理是凉了一半了。 能懂得这个情况的微妙性,就是对自己不理想。 不过转牌这张10啊,倒是再次给勾勾勾出了一些念想。 毕竟自己有了两头剩的概念,尤其前卫过呢,反正我也过。 继续跑一跑看看合牌也蛮好的。 最后的合牌是一个单七陈顺,但是由于翻前整一个流程的原因, 互相之间独对手带七的组合应该都是不多的。 所以呢,即便是单张陈顺, 加上整个流程上前面也没有发生过战斗,AK确实具备着自己合牌来一枪的能力。 当然这枪在尺度上,DJF也是有所把控,是比较试探性的,也是比较直血意义和尺度的一种。 这个时候的勾勾,唯一他要考虑的或者说疑点,无非就是前面两条筋你都没打。 然后再加上说现在我一call呢,反正也就直接看答案了。 除了这1800之外,我也不可能有再更多的损失。 所以说NIC综合了几点原因之后,想想还是开一下看看,最后选择了跟着我。 有时候有些注是打在转牌还是打在合牌是完全不一样的。 包括行动位置上,如果你是当前这个相对行动位置最后一个行动的, 然后你拥有一手听牌,还是说你的后边还有人有动作机会的情况下,你的听牌。 那么这种就是一种差别。 有些听牌,比如我们的后边还有人,然后你也不打算把这个听牌直接打成加注。 然后你会发现你跟后边又有个人跳起来加注,那就比较无奈,是吧。 所以时机啊,位置啊等等在德州当中全部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那么勾圈这个牌面上下注了300,口袋的7,进行跟注之后,DGF这里呢是一个圈8。 这圈8是直接raise到了1300。 还别说啊,有些时候啊,你这个圈8做raise是有几率打走一些比你略大的牌。 比如那个人特别的紧,然后那个人对你呢又特别的信任,你甚至有可能真的直接打走一些圈球啊,圈石啊,甚至勾圈啊之类的。 当然在这种大家,都在节目秀上,且这个节目秀的忙住级别,对于各位选手而言也比较轻松的时候,那么像马图索的勾圈,自然不太会直接面对这种raise做放弃。 毕竟任何一个决定都是动态的综合结果的指向。 好,再翻牌圈做raise,然后被跟了,那DGF再转牌选择check。 马图索这个牌完全可以过一条街,对,手里这张草花钩也算是一种防守,去看看合牌也没所谓。 底池呢,顺便空一空,到了合牌,一个是看看出什么牌,二来呢,看看对手在最终的牌面怎么做。 如果是一些正常尺度呢,马图索也是能够扛得动的。 但是像双弓对面,且对手合牌这枪2800也不算特别轻呢,马图索可能会稍稍的迟疑一下。 因为整个路线啊,马图索也是相对较为的有疑问。 千三三两张草花的牌面,对吧,你翻牌raise了,然后结果转牌不动。 当然也说得通啊,比如说你三条三,翻牌做raise,转牌因为有花面而不动,那也可以。 那么到了合牌三葫芦来做个下注,行不行? 哎,也行。 但是呢,在这种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炸弧呢? 马图索就是在想这个问题,他觉得似乎在这个面,从这条线路走过来的炸弧组合没有那么多啊。 所以说最终他的勾圈选择了气盘。 那么这个圈八,在翻牌圈,虽然没有赶走马图索,不过他在合牌最终是成功。 马图索刚才在思考,无非就是在想这种排名这个路线有哪些炸弧组合呢? 如果flop用抽花牌型做raise嘛,转牌话也到了,对吧。 所以,只有在很少数的时候,你会面对像刚才那样实际对手是kicker略微比你小的圈一对。 那么这种少数情况呢,马图索觉得也就不去冒这个险了。 还是遵从啊,一些长期的规律,长期的范围可能。 刚才虽然纠结了比较的久,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气。 好的,我们言归正传来到这首排当中,DQ目前三条五的排行。 Anthem的抄队这一枪,DQ并没有展开raise, 而是默默地靠住。我们来看一下,盒牌依然是三个人看,最终的k50变成了葫芦。 那么同样这张k从点数上面啊,是让seer击中了最终的k一对。 Adom在合牌依然开枪。 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的合牌这个时事是会选择check,但是Adam依然是打了一枪1450。 尽管尺度上不夸张,但是这一枪实际在多人底持的最后一条接出k的时候,可能或许。 又或者说我个人认为啊,check就可以了。 那么k5,葫芦的排行raise到了3500。 这样反而让seer这里的k7可以考虑七排。 然后回到时事这边,他是没法跟的,自己在合牌已经动手。 并且呢,DQ的这个raise也是在后边还有seer没有气牌的情况下,显示出更高的一个信任度。 所以最终的气牌实施并没有考虑太久。 I'm not even going to pretend like that's a possibility. I'm not even going to pretend like that's a possibility. I'm not even going to pretend like that's a possibility. I'm not even going to pretend like that's a possibility. I'm not even going to pretend like that's a possibility. 墙口加一位置同色的AK来自于DGF。 墙口加一位置口袋队狗阿西亚的3bet到70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同色AK会不会选择直接的4bet。 来了,4bet到了3000。 这样的尺度会让Seer从总后手的角度来说, 现在这首gogo就处在一个尴尬期。 还是选择了跟。 这个翻牌圈勾勾并没有帽子。 现在的底持是6000朝上啊, Seer的后手是8500期。 双方稍有激进的话就会发生套持的情况。 Seer也是不多路索。 反正你一过呢,我没有帽子我就超持推了。 要真撞上你是巧妙地用一些AAKK做过牌, 对我有一些埋伏行为呢,我也认。 当然,像埋伏这样的描述词呢, 也只是一种表面描述词会。 比如当某个人认为整体这个流程, 我的这个范围在对抗对手范围的时候, 不适合在前卫先做动作。 那么他过牌了, 但实际他牌又很强, 从表面上就形成到了一种叫埋伏的现象。 但实际呢, 他是依然根据技战术打法当中自己选择合适的那一个。 但这一次呢, 那AK他是miss的。 他这里当然不是埋伏。 他这里就是属于我真的没有中。 然后你推了呢,我也想或者愿意跟你做个波动。 所以才形成了check call这个all in的情况。 他不属于埋伏。 我们刚才仅仅是分析一下埋伏的一些具体的分类。 好的, 那么这个牌面呢, 最后后花的排行DGF的运气非常的不错, 把CR的勾勾做了一次停台。 CR看到对手的后花也是显得非常无奈啊,实在没办法。 单次的运气实在不给力啊。 静,你起点了上去。 SCP-10的时间打扮了它。 所以这一点, 你继续,你寧意不信見。 那还能对他继续。 你可以解释自己? 是的。 我知道。 我跟他认为..." 他认为是无能量的东西。 我认为他认为他喜欢的文字啊。 我认为他认为他不继续。 在什么件事。 他还真的 Por人之间。 你 δεν知道了什么。 他 artifact了。 不然,你等等。 要上不过来摄断他的功力。 我购言。 他结认识了吧! 可能对于很多选手来说 跟女选手一起产生一个相对较大的底词 也是大家希望发生的 跟女选手之间一起排桌上交流交流 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224 同色的K5 目前DGF有一个童花听 DQ的A勾在点数上 miss掉了这个翻牌圈 但是这样的翻牌圈很多时候自己的A还确实会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A勾下注了500 而DGF抽花座跟注转牌滑到了 然而由于DQ手里是有红桃A 所以这张转牌与DQ而言 他也看到了一些念想 所以DGF在转牌的这箱1500 DQ是很快做出了跟注 合牌来的是一张黑桃K 那这一下呢 DQ就纯粹的AI空气排型 应该就没什么念想了 正常而言就是做checkfold 对手只要一动 他就直接走 最后DGF这枪4200 DQ在不停地摇头 但是好像不想走 选择了一个跟注 用AI去抓Blof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在想和讨论就是 或许是不是他踩着红桃A去转成炸弧会比这个跟注更好 对吧 当然了我们也有一说一还是要分类桃 比如说当前的这个牌面 如果你认为对手的一些下注 他就是非常大的牌 且面对刚才的后手 他只要有达到一定的牌力 即便你推他 他也撞了认了的那种 那么你也没法去炸弧那种类型 那么你就可能说想到万一对手是炸弧的话 我用AI纯粹去跟一个人来抓抓看 但是呢这里又会面对一个尴尬 就是万一抓Blof没Blof大的情况 也是很无奈的 所以刚才的动作上面可能啊 这个跟注也是会有待商榷 当然在Pastor的局里面 任何的行为我们说都是正常的 因为大家的想法是五花八门的 我们只是就已经发生过的这些现象 可以去发表一些我们自己的看法 然后我们集合不同的看法呢 一起去想想啊 然后促进我们共同的提升 是吧 好的现在马图索口袋队8 这下是推在了我们看到有人拿着 KK的情况上 口袋队推出去 确实也会遇到一些推不逢时的情况 就比如我们现在看见的局面 你真巧推在了压制你的口袋队K 马图索口袋是只能依据当前的情况 他认为合适的行动 去做出最后的那个动作 在整体范围上 他认为面对这个流程 爸爸可以推 那么自然对他而言就没毛病 但DQ毫无疑问将会离开 我们就去看看 爸爸跟KK的跑马会不会发生奇迹 毕竟胜率还是有的嘛 只是低了一点 在短期在单次任何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DQ好像有点想法 但是K8真的意思不大 就是像这种K挂 面对其他选手的这种流程 你的K挂太容易被压制 太容易被主导 我们从字幕上也可以看到 K8如果要参与这个Gamble 对于K8来说 如果要上 那就是决绝对对的Gamble 参与这波Gamble 需要再补7510 真心没意思 当然还是补一句 如果纯粹是上去找一些欢乐 我就是拿一些这样的类似手牌 去万一能够bet beat你们的时候 找那样的快乐 那么是另一说 我们只能说从正常的扑克思维角度出发 这里应该会是秒气的 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也要理解一下 像我这样的解说员的难处 因为哈斯勒当中非常多的选手 确确实实 并不是纯粹用扑克思维在战斗 他们拥有的是一种综合思维 而且也是一种很多变很跳跃的思维方式 他刚才做了一下这个动作之后 现在会真的上吗 真的上了 果然 果然不是烦人 好的 DQ把自己的给推出去了 那么DGF再补几百就可以形成三人跑马了 这个K8就是期待着往自己那门花色走一走 只能是这样 K8遇到的是KK和爸爸 当然这一波的番茄由于内心系十足 过程也比较的粗暴 因此也有它的看点 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觉得看得不错呢 也记得帮我们进行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好的 这个马跑下来 DGF可以收下两家的子弹 DGF可以收下两家的赞订阅和赞订阅 那帮我们到的结束 The chip counts D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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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GFDGF Nick Natucci loses 30,000 DQ 22,000 There was pain for everyone Have a great night you guys As always Their pain was our pleasure See you next Monday